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价下滑5.2% 收64.25元 公司上半年销售按年升12.2% 低于市场预期 存立29亿元人民币符合预期 增收目标今年收入达按年双位数增长 市场担心公司管理层或下调今年销售指引 因为集团已第四次无法达到其收入预测 美团3690收市后公布第二季度业绩 其内营收822亿元人民币按年中 21% 胜预期的804亿元 存立113.5亿元按年中142% 胜预期的85.3亿元 轻调整净利润136亿元 按年中77.6% 大胜预期的106亿元 新业务收入为215.69亿元 按年增28.7% 分布经营亏损13.14亿元 按年收窄74.7%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敏石集团 股票代号425 敏石集团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 而工装模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其汽车零部件业务主要包括金属 及失调 塑件 铝件和电磁盒等产品 工装模具业务主要包括汽车外试件 车身结构件在开发 加工和生产过程中的 各类模具 剪具与家具 作为全球化供应商 集团目前已在中国 美国 墨西哥 德国 英国 萨尔维亚 捷克 泰国 日本 韩国 法国 波兰等地 进行了研发 设计 生产及销售网络布局 于截至2024年6月30日指上半年度 集团实现营业额110.91元人民币 较2023年同期 增长13.8% 股东应占益力为10.68元人民币 增长20.4% 毛利率约28.5% 较2023年同期的26.3% 提升2.2个百分点 主要受益于营业额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 电磁盒产品线产能利用率的持续提升 以及各产品线力推降本征效作丝等原因 展望未来 集团将继续重点关注中系品牌造车新势力的业务拓展 同时着力争取日韩系主机厂在国际市场的新业务订单 集团传统产品实现稳健成长的同时 电磁盒业务车身底盘结构件和智能外事件等产品营业额保持快速增长 将驱动集团实现中长即可持续发展 对于传统产品 集团将持续推行轻资产战略重点提升 现有产线的产能力利用率 同时通过对原有设备维护 再利用最大幅度减少新设备的投入 在电磁盒业务方面 集团从结构、电芯、适配用途、材料等多个维度 持续研发和输出多样化的电磁车身一体化CTB路线电磁盒方案 并基于电磁盒的客户优势以及电磁厂家的深度合作 成功突破电芯结构件项目订单 逐步成为集团另一个增长点 集团已积极不断向电磁盒周边产品进行拖展 成功开发前后碰撞模块副车架 压住结构件等产品并陆续收获订单 定义买入价是1.82元 目标13元 止损位是1.2元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日经方面 日经225指数涨0.22% 38371.76点 度质方面 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跌 倒指跌0.39% 41091.42点 标普500指数跌0.6% 5592.18点 纳指跌1.12% 17556.03点 耐克跌2.94% 英特尔跌2.29% 零跌倒指 英伟达跌2.1% 特斯拉跌1.65% 中概股普遍下跌 BOSS直平跌21.45% 高途集团跌18.58% 国内A股方面 A股窄幅整理 互指震荡走低 创业板指飘红 市场于3400股上涨 上证指数收跌0.4% 爆2837.43点 深圳城值跌0.31% 爆8078.82点 创业板指涨0.05% 爆1531.45点 科创50指数跌0.46% 爆671.22点 北镇50指数涨0.23% 市场成交额4991亿元 板块上 免税店题材受政策利好提振 人形机器人概念股走强 数据要素概念盘中移动 华为海思概念股局部发降 折叠屏概念股反复活跃 Saint板块午后移动 房屋检测概念股大幅回调 白酒股持续走低 西部大基建概念股回调 美元方面 约尾盘 美元指数涨0.51% 爆101.06 非美货币普遍下跌 欧元对美元跌0.58% 爆1.112 英镑对美元跌0% 54爆1.319 澳元对美元跌0.11 爆0.6785 美元对日元涨0.44 爆144.58 美元对瑞郎涨0.08 爆0.8422 离爱人民币对美元跌122个基点 爆7.1333 石油方面 国际油价全线下跌 美油10月合约跌1.52% 爆74.38美元桶 不由11月合约跌1.6% 爆77.4美元桶 黄金方面 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跌 COMEX黄金期货跌0.54 爆2539美元盎司 COMEX白银期货跌2.85 爆29.125美元盎司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